用筹箓藍 咯 你醒了 你怎麼這麼早起 我都睡不太早啊 你肚子餓我幫你做一點吃的 好嗎 好 謝謝啦 你看 我錄取了 天啊 真的假的 這麼難的那邊居然考上了 我是誰啊我當然考上啊 可是你這樣不就要去美國嗎 不就 要離阿凱好遠 我就是在煩惱這個嗎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說啊 你要去多久 至少兩年吧 兩年 也太久了吧 這阿凱一定很熟 可是這是好事啦 我相信他應該 他一定會祝福你了 對 一定會祝福你 我都不知道我跟他關係是什麼 我跟他這麼好 可是 他從來沒有跟我想過他喜不喜歡我 我決定了 我這次要跟他告白 你要跟他告白 我想要知道他怎麼想的啊 如果 他希望我留下來的話 我會放棄出國 真的假的你這樣就放棄 欸你好不好考上了 帥啊 我還適合黃的傢伙 你進哪裡啊 你買衣服啊 對啊 剛剛路過挺好 覺得還蠻適合你 就買下來了 你買給我的 對啊 你試試看 怎麼不那麼好 好 從來看 蠻合身的耶 好看嗎 好看 你蠻有眼光的耶 你看 只是現在這麼熱 你幹嘛買這麼大的外套給我 想說還蠻適合你的啊 而且 美國應該比這個 你都知道了 你幹嘛做出這個表情啊 去國外練書 不是你的夢想嗎 唉唷 別擔心啦 可是我 你一定沒問題的 爹地啊 蛤 對不起 就現在快把它放上去 我打喔 嗯 這樣 欸 沒有喔 你有沒有噴到嗎 快點噴到 有沒有用到 沒有沒有 我忘了 好大塊 我是不是 沒放鹽巴 都是你啊 都忘記了啦 太懶了 你覺得我要多帶一個電鍋嗎 不用啦 你又不會做菜 而且你那麼懶惰 你忘記上次那個蛋 你還沒有放鹽巴 但是你沒有放過 是你 是你 那我要多帶這個娃娃 不用 你帶娃娃幹嘛 我要帶 行李箱沒那麼多位置啦 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娃娃 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娃娃 不是欸 還不是因為某人明天要出國的 還不是因為某人明天要出國的 其實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就覺得你適合明天大男孩 跟其他人一樣 你也是啊 自然之后 我看全校只有你應該要怎麼叫手 時間真的夠很快 還是我不要去啦 就 台灣這邊也有很多科系啊 然後美國那邊我也會不習慣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 覺得我 應該可以 不要去 這玩笑不好笑 你幹嘛夢想嗎 不是啊 這不是你一直追求的夢想嗎 好不容易到手的機會 你為什麼要先一放棄 所以你這 就站在那裡說 我是美國吧 阿楷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 我們兩個之間 就這個選項嗎 搞不好我們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各自都有的那一半 也有可能 我們就是在彼此的活體上面見面 也不一定 對啊 我狗怕在那邊找個技法大帥哥 然後直接在那邊結婚不回來了 對啊 這個要在我出發時才能看喔 這可是我給你的情書耶 我走啦 大笨蛋 你就這麼希望我去美國嗎 雖然去國外讀書是我的夢想 可是我夢想的畫面裡 從來就都有你啊 那一天 我問你說我們兩人只有這個選項嗎 可是我真正想問的是 你對我 到底有沒有一點點的感覺 你喜歡我嗎 我在想 你應該只把我當朋友吧 不然也不會大學這四年 我們什麼事都經歷了 卻沒有聽過你說一句喜歡我 你知道嗎 只要你和我說 我願意為了你留下來 但這就是你的選擇吧 答應我 好好照顧自己 未來的日子沒有你的陪伴 雖然我會很寂寞的 但我們都要迎接新的人生 謝謝你 下午 HELLO我們是 储物指導 我是阿凱 我是李奧 我是志宏 今天這一集呢 講一個就是 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對對方的選擇是好的 但如果假設兩個人的選擇是衝突的 可能就會產生一些遺憾 那希望每一個伴侶都不要發生這樣子的遺憾 到底什麼樣的愛才是愛呢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把影片用力的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這支影片 另外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服務製造 YouTube頻道還有我們的Facebook IG 還有追蹤我們的哲鴻喔 那我們下次還有什麼羅伴斯呢 就盡情期待吧 我們副劇場下次再見 掰掰